天气越来越热 来上一杯汽水 消暑又解渴 不过小心 若饮料当水喝 身体会出现问题 基隆一鸣是多岁的富人 五年来把汽水当水喝 最近上腹痛了好几天 赶紧就医治疗 才发现除了急性 胰臟发炎 她还罹患了糖尿病 上腹痛几天至本院急诊就医 经过诊断为急性胰臟炎 腹部电脑断层更显示为 严重急性坏死性胰臟炎 所以安排住院治疗 进一步抽血发现 个案为糖尿病患者 合并血脂异常 特别是个案三酸钢油脂指数 将近每分身5000毫克 超过正常标准值上限的30倍 富人住院第六天 并发细菌感染 导致败血症 经过医疗团队抢救 最后还是因败血性的休克 和呼吸衰竭 不幸离世 医生表示 富人没有健检 不知道身体有多项指数 已经亮红灯 加上习惯性喝含糖饮料 才会导致病情加速而化 一天我们所需的糖分 其实淀粉三餐就够了 那不需要特别使用含糖饮料 我想很多人是因为口感 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 所以才会喝饮料 那这个习惯呢 一旦养成 也很难去戒除 那我临床上常常鼓励民众 真的三餐之外 不要乱喝含糖饮料 饮料戒掉 体重很多过重的民众呢 也会体重持续的下降 那很多相关的并发症 包含脂肪肝 懒固醇 高血脂 在戒除喝除饮料 这个习惯之后呢 也都慢慢的得够改善 医师提醒 夏天气温飙高 尽量少喝含糖饮料 如果患有糖尿病 及血脂异常等慢性病 就要定期的追踪治疗 避免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记者黄绍铭 介绍报导